若起周总理挥下的头号特工 很多人会想到特工之王李克农 其实还有一个人比李克农还要厉害 当时他是李克农的上级 他自己的直属上子就是周恩来 他就是传奇红色特工陈庚大将 陈庚不仅是情报战线的英雄 同时也是战场上的英雄 他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以及抗美援朝 意想赫赫战功 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采用的是上下级联系 而且这个单线联系还很有讲究 尤其是陈庚 他可以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跟李克农约定的每周碰头时间 只注意会有专门人员带李克农去会面地点 平时你想找到陈庚无异于大海捞针 陈庚之所以那么神秘 其实也有道理的 因为陈庚是跟周总理单线联系的 一旦他被敌人抓到 这对地下组织肯定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策划了一场轰动整个上海滩的暗商案 暗杀对象就是背叛革命的凶手白鑫 当天白鑫一离开住所 就被陈庚带人暗杀在了黑暗的角落中 此案就是轰动上海的霞飞路暗杀案 这次事件后 所有叛徒和特务 没有一人赶白天独自一人上街 晚上更不用说了 当时陈庚的大名想撤上海滩 让敌人闻风丧胆 是 我们俩 문俩 有